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华医药 一支毛笔写出健康 这位在武当山御丰殿字的老人叫梁国寅 是湖北省实验室武当山国际书画院的创始人 他精通草书 历书 传书 今年七十一岁的他 红光满面 身形矫健 有的人说你五十多岁吧 好像比童年年轻一些吧 有的人开玩学年轻很多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位年育古稀的老人身体如此硬朗呢 他的秘诀在哪里呢 包括我自己的体会 写字是一个非常好的担量身体的方法 它是强劲讲究 它是那担量老有担量的心 叫性体医治 非常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由于生活在湖北实验 梁国寅对武当山的道教养生之道 也是耳濡目染 了解颇深 道教的基本思想 对于对我自己有很好的渗透 所以说呢 把这个道里面的东西 润润到书画的艺术上来 这也是非常好的 动中有静 井真有洞 井一修身 简安与养性 促进健康 武当山 位于湖北省实验室境内 以四大名山皆拱一 五方先月 共朝宗的五月之冠的显赫地位 闻名于世 道教养生文化博大精深 它是通过一系列的养生方法 来达到促进健康 延年益寿的目的 梁国尹常年生活在实验 进水楼台先得月 只要他一有空 就会专门去武当山 找道长们交流 请教道教养生功法 同时 他还不忘与道长们铺纸研墨 切出书法记忆 古代人我们的祖先在造字的时候 是鱼发一个鱼的形象 是马发一个马的形象 其他的形象也可以叫象形 随着跟道长们的交流切磋的日益深入 梁国尹逐渐把道家养生的 站桩条西功法 巧妙地运用到书法练习中来 虽然我在部队是搞武藏政策 共换比如清击船 像破户船 多枪多刀 都搞过 但是我看道家的船 对剑身提不到 所以我想 如果把他们的认识到书法上 认识到剑身上 这样的话就有意识地 登山的时候 给他切磋 我体会到了非常不错 经过反复的交流体会 梁国尹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妙处 从而还创出了一套 自己独有的书法养生之道 于是 每次在练习书法之前 梁国尹都要先稳稳地扎一个马步 然后再在纸上 鼻走龙舌 学字里从脚开始 脚 然后腿 腿 腰 肩 背 加眼睛 是一贯 一贯制 然后通过全身的这个气和力 最后 穿到了手上 然后马步崭新 这样再进行认逼 进行协制 梁国尹的这种养生方法 需要指 腕 臂 肩 腿 全身协调配合 旋腕 蕴腕 提按 属于上身运动 扎马步 需要脚踏实地 脚掌用力 属于下肢运动 全身贯注 排除杂念 心无旁骛 又属 进攻 正所谓 忽然挥洒 不自知 常常一副字写下来 只觉得浑身舒坦 犹如打一套 柔中有刚 松中有紧的太极拳 亲身写术话的时候 我借鉴了 道化的 道家的 简化 通诗化的这个理论 我把两者结合起来 加强了 晚 中 健序 两心 梁国寅六岁 就与书法结缘 他读诗书 《习悲帖》 几十年如一日 坚持不懈 书法 就是梁国寅 得以保持身心健康的 一剂良药 每天早晨起床后 他先去公园 书活筋骨 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回家 就马上开始练习书法 对他来说 宁可一日不吃饭 也不可一日不练字 这个有避霉纸杖 就进避霉纸杖练习 没有避霉纸杖 在空中 描画 然后呢 在吃饭之前 筷子在座上画 这个坐在车上 这个手里在大腿上画 或者在玻璃上画 就空 还有在空中 空描 等等吧 家乡练习 起初 书法只是梁国寅的兴趣爱好 如何把字写好 是他追求的主要目标 而他真正意识到书法养生的妙处 还是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的时候 军旅生活需要果敢利落 雷厉风行 梁国寅转移到地方政府以后 很不适应 常常因为工作的原因 生气郁闷 他不想把工作的烦恼带回家去 干脆就在下班以后 在办公室练字 我就在这个时候 加强练习书法 这个时候 在练习书法的时候 什么也不想 事情咱俩一样就掉了 其中什么东西没有 当全身心投入写字的时候 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此时 梁国寅才真正体会到 书法 稳定情绪 调节心态的妙处 开始有着烦 写字写字 心不济重的 只要经过某一点时间以后 他就只愿了 大大心平气候 干工作也好 鞋子也好 身体健康也好多了 有过部队的洗礼 梁国寅的身体素质比同龄人都要好 又加上常年练习书法 梁国寅几乎连感冒都很少发生 他自己也时常感叹书法养生的好处 后来一次加班后的意外 再次让他笃信了书法养生的神奇 在1997年以前 我赛格因为工作完了加班 我下楼梯 我一步踏了三踏四踏 一脚踏上去哗了一下子 哗了三四四个胎肩 我手一纯 但是这些胎肩是很重 结果把那个肋骨 对边那个肋骨呢 当时搞就胎肩了 拍了片子以后就发现 就是大概是第十一十二 这三根肋骨 这个地方就就都是骨折的 骨折的但是没有错位 主要是给他那个止疼啊 听到医生的诊断 梁国寅松了一口气 在医院打完绷带后就回家了 也没太在意 可是回家后的几天里 身体却没有好转 反而出现了状况 过来六七天的时间 我使得胃肩非常不舒服 结果出现累出息 它是很危险 现在坐下来赶紧出院 我说怎么回事 它是随时用嗅科的危险 经过医生的治疗 梁国寅很快就出院了 虽然身体素质不错 但这一摔也让梁国寅 元气大伤 在家养伤那段时间里 梁国寅抛出杂念 一心练字 每天坚持练上两三个小时 练习法 这种慢性的一种 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肌肉里 解释 防止骨密度 骨质疏松的发生 增加骨密度 这样也有利于骨的代谢 促进骨折后的愈合 就这样梁国寅一边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一边在家静心练字 两个月后 他的骨伤已经完全恢复 这让他的主治医生也惊叹不已 他经过了两个多月 就比正常人早了几十天 就康复好了 恢复的比同年龄的老年人恢复要快 时间要短 这是让我们感到欣喜和高兴的地方 这一次经历让梁国寅意识到 他快于常人的恢复速度 是得益于他今年累月练习书法 于是身体康复以后 他更加热衷于书法 一有空就邀请一些喜欢书画的好友 在他的工作室里挥一好泼墨 一群志趣相投的老友 聚在一起共同创作 相互交流 一天下来 也是身心愉悦 其乐融融 参加笔会的这些好友里 八十岁的胡锡南老人 对于书法养生 可以说是感受最深的 退休以前 从事编辑工作 每天从早忙到晚 看着堆积如山的书稿 胡锡南老人只好暂时把书法爱好 搁置一边 而且一停就是五年 可是让老人没想到的是 不再练习书法的这几年里 他的身体状况也是大不如前了 看到自己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繁杂忙碌的工作也渐渐力不从心 曾经热情开朗的老人变得郁郁寡欢起来 看到老友被工作所累 状态越来越差 梁国银看在眼底也十分心疼 于是他就劝说老友重新拾起书法这个爱好 每天挤出一点时间跟他一起练习书法 在梁国银的带动下 胡锡南也渐入佳境 每天坚持练习四个小时 半年之后 胡锡南老人的书法越来越好了 身体状况也明显好转了 今天八月份经厂 经厂的行条 做的经厂行条都是无小 原来都是七十多小八十多小 这些都是无小 相当于运动院的一个事情 现在是低压79 高压一倍 有些人都差不差 其他指标都还差上 看到老朋友因为书法重新精神焕发 梁国银比谁都开心 从那以后 参加梁国银比会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已经不约而同的 把书法当成了一项愉悦身心 强身健体的活动了 这个书法养生 它的黑心理念就是在坚持梁国银 只有长期的坚持下去 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七十一岁的梁国银 依然每天坚持两三个小时的书法创作 他的书法作品越来越多 精神也越来越好 他潜心研究中国的古传字 历史四年 把甲骨文 金文 大传 小传等古字体 都集中呈现在一幅 长大一百二十八米的长卷之上 对于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来说 记住这么多古文字的字形 在一气呵成的墨写出来 没有超强的毅力和超凡的技力 是绝对做不到的 梁国银的这种独具特色的创作 不仅可以让人欣赏到他的书法艺术 同时他还把自己书法养生的健康理念 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从艺术到养生 一支毛笔究竟如何做到 握笔刺激到不同的血位 达到不同的作用 不同角度 不同观点 中西医专家共同剖析书法养生的理念 云南白药提示您继续收看中华医药 一支毛笔写出健康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 和我手里的这支毛笔有关 我们要来谈一谈练书法 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眼博士 做客的两位专家 欢迎田主任和杨主任 欢迎你们 田颖 医学博士后 北京朝阳医院房产中心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擅长各种心脏病的诊治 尤其是缓慢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的起搏治疗 和快速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 及除颤器治疗 杨金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针酒学会秘书长 北京广安中医门诊部主任医师 中医针酒专家 欢迎你们 也欢迎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的到来 关于这个练习书法 是不是一种养生的方法 我们的记者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叫梅墨生 不仅书画记忆精湛 还深谙太极养生之道 平日里 梅先生在潜心研究书画记忆的同时 自觉将养生理念和方法 融会贯通到 他的书画创作实践中 当他在洗笔条墨 笔走游笼的时候 指 腕 臂 绑 和全身协调配合 将全身之力孕于笔端 全神贯注 尽心养性 如同在纸上打太极拳一样 既是养生家 又是书画家的他 对书法与养生的关系 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我们传统的书法 他在写字的时候 他讲叫思虑通神 智气和平 宁神静气 传统书法创作 他要入境 所以只有在虚静的身体状态 人才能够进入到一个 让格格细胞 让人身体的神经末梢 中枢神经 植物神经 副胶感神经 全部处于一个 叫什么 自我恢复和最佳的一个 灵敏状态 所以写书法 类似于我们传统的一些 养生的功法的 那个要求的原则 知晓书法养生之道 不仅仅是像梅先生这样的书画家 那些每天在街头广场上 练字的普通老百姓 也都深知练习书法的好处 并且从书法养生中 获益良多 我们看到无论是书法家 还是普通人 都讲到了这个书法可以养生 我们下面听一听 两位专家的看法 的确是这样 因为在练书法的时候 人会显得非常平和 那么通常在这种状态下 发明出一种物质 会增强免疫力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这么多的著名的书法家 他们的生命都是非常长的 像著名的盐柳欧照 他们至少有三个人都年于古西 近代的书法家 孙莫佛一百岁 书童有九十三岁 苏菊仙也瘦至一百一十岁 董寿平是九十四岁 书法确证家长寿 我们做中华医药 去采访过很多的明老中医 我亲眼见识过 有一些明老中医 在这个写方子的时候 用毛笔 而且非常的漂亮 杨主任是陈生农教授的 叫传承博士号 对 您怎样 陈老也是一个国医大师 院士 因为他也是一个书法家 正像钱教授讲的 中医人特别讲究书法的养生 因为书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它是把一个人对生命的认识 和对自然界的感悟 变成子上的世界 或者叫笔下的世界 它是一种形成统一的一个表现体 所以你看正像我们刚才 那个书法家讲 手道 眼道 心道 形成统一 显得是笔下生化 能把类型世界反映出来 而且刚才那位书法家也讲到了说 练习书法的时候也讲这个气 也讲入境 也讲意念 他就是说书法跟人生 跟这个养生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不是一个独立的 所以刚才钱教授讲的一些 长寿的人 你看他都有书法这种兴趣爱好 作为一种养生习惯来坚持 像我是心理科的医生 我有个活生生的例子 那是去年的一个病人 他其实觉得自己身体非常健康 什么病都没有 但是某一天 因为和一个人在车厂争夺一个车位 然而还吵了几句非常非常生气 当天晚上就心肌梗死 那么他在非常严重的心肌梗死 到了医院之后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抢救 那么直到现在 他也在我的门诊进行随访 虽然生命抢救过来了 但是他的心脏已经坏死 面积很大 心功能不全 甚至竟然会发生猝死的风险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书法 无论是从养生或者从心肌梗死的角度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 就是您说的那个病例就因为那一次争吵 对 平常没有任何的症状 书法跟人的这个情绪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一个人狂喜的时候 如果能静下心来修炼书法 我们经常叫营生精致 让精神更加集中 如果一个人过分的暴露或者抑郁的时候 这时候通过修炼书法 能舒缓干气 让他心气喬达 让他能静下来 所以我们经常讲书法是有转移力 还能分散注意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习惯 我带来了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人在平静的时候 和有些愤怒情绪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邀请现场的一个观众 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实验 好 你好 大家看 我这里有两杯水 两杯清水 还有两个药片 那么这一片呢 是一个未药的药片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的泡腾片 现在呢 请您拿着这个药片 您呢 现在呢 就是 我就认为呢 您刚刚练过书法 心情契合 我呢 刚刚跟杨教授吵了一架 现在心情非常不好 我们两个呢 同时把这个药片放在水里 看我们两个的这个激素的分泌 一个叫做儿差氛的激素有什么不同 来我们一起放 一二三 大家看 那么这是一个在心情济口的状态下 它呢 在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在崩解 它逐渐逐渐的 那这一个呢 产生非常非常兴奋 就在里面在兴风作浪 这就是说 当人心情济口的时候 我们的激素是正常的 一点一点的释放 它作用在身体里 那产生它该发挥的作用 而另外一种呢 这个它会不停的在崩解很多 那么这些呢 它就超过了它人体正常需要的量 那么它会在身体产生一些 不需要它发生的作用 那么到底它会产生什么有害的作用呢 我也带来了两个动画 给大家讲一下有什么害处 好 谢谢您 我们看 这是一个人的模型 这是我们的大脑 那么在人的激素分泌作的时候呢 会产生血压升高 血流阻力变大 血管会像一个弹力的绷弹一样 它会突然爆裂了 那么就产生我们所有人脑出血 这血压高的时候容易出现 对人体脑会有一些影响 同样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的这种 而叉数据激素升高之后 还会对心脏产生影响 大家继续看动画 这是一个心脏在正常跳动着 当他的情绪激动的时候 全血血压升高 血流速度增快 血液粘质度变大 那么这个血管呢 也许原来有病变 或者是没有特别严重的病变 会产生严重的收缩 那么人体的一些应激条件产生 就会产生一些血小板的聚集 最后发生严重的血栓 也就是说我们发生了一个心肌梗死 就像我刚刚介绍的那些病人一样 心肌梗死 那么这个人的心肌面移会大会坏死 是不可逆的有些事 所以我们说在一个 你随着情绪激动的时候 容易产生身体内环境的变化 也对我们身体的各种器官 产生了很大的危害 天主任过我们用这个实验 又配着这个动画 给我们讲了 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对我们身体的危害 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感触 所以还是我们需要 有一些调节情绪的方法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书法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健康故事里边 我们认识了书法家梁先生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哪位我们认识一下 您好 您请坐 梁先生一直在练习书法 梁先生身体也很好 然后我们的记者带着梁先生 去做了一次检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湖北省实验室的书法家梁国尹 身高1米73 体重69公斤 体重指数依然保持在正常范围 那么他得以保持如此健康的身体 是跟练习书法有关系吗 我们特地带着梁老先生 来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对他的身体各项指标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梁国尹 对 你把右脚的心和话 然后做鼓密度 我们通过鼓密度 动脉硬化检测 心电图 笔钞 耳鼻喉科 口腔科 内科 外科等一系列的科学检查 来验证 常年坚持练习书法 给梁国尹的身体带来的好处 梁国尹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充满了信心 在验科检查的时候 得知梁老先生的年龄时 医生都对他的精神状态赞不绝口 那么梁老先生的身体各项指标 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好吗 答案现场揭晓 这个就是梁先生体检之后的这个单子 我们来请田主任给解读一下 那么左边这个是个鼓密度的一个检查 一般年龄股息的人呢他可能会股密度会减低 那么这份报告他写的是分析表明骨质成分 就是骨折的危险度较低 就是他的这个骨质输松呢并没有骨质输松 那么右面这个呢我们叫做一个生化权像 就您的血液里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各种离子都在里面 我们看呢同样也是都在一个合格的标准内 没有身高也没有减低 我们看下面还有 另外右面呢是一个心电图 我们看这心电图和规规矩就很漂亮 从我们新内科的医生讲呢 这是一文正常的心电图 那么后面呢还有双侧颈动脉追动脉 我们知道一些老年人觉得有动脉硬化 或有一些斑块啊 但他这个呢双侧颈动脉追动脉 未见明显异常 因为从我们来讲呢 我们说只要正常人就没有说 你老年人指标可以不好 年轻人要好一些 我们都是统一的标准 但是到老年人还有完全正常的 这样并不是太多见的 就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可以说和梁先生一直练习书法 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60多年一直练习 我们知道这个梁先生练习书法的时候 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就是您练习的时候是扎着马布练书法 是吧 下面我们先请梁先生来 您平常怎么练字的 您在这示范一下 这个马布就是一般正常的站板 所以如果在气功上面 它有时候站脏功 麻布良就是剑腾环 然后身体下去 等于是您在这个写字之前的要做的 写字中间的也是这样 我们这样下面请一位观众上来 模仿梁先生来练一个 然后感受感受 刚才是哪一位举手示意我的吗 来 您来 好 您得先做一下提前之前的这个 是不是这样 真的 麻布行 靠枪一点也可以 对吧 刚才我看您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写了一个字 已经出汗了 您扎着马布练书法 您什么感觉 感觉心体会就是练书法 这种姿态 这种意识是非常非常累 首先非常累是第一 其实这没多少时间 您都出汗了 您这个累主要是觉得是哪累呀 哪累 心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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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也累 酸 腰 全身的这种力量 它都在 您认为您平时的身体 非常棒的 就说你看有身体基础的 写了这么一个字 您这个刚才是突然想写这么一个字 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是吗 我姓高 实在是高 这样 谢谢 来 好 谢谢 下面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点评一下 梁先生这种练书书法的这种方式 刚才通常这个习练 尤其他动着这个马布去写字 这个是一个全神贯注 动静结合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刚才讲了 不是说几个小时都是这样一个 他有在墨的时候 沿墨的时候 换皮胃的时候 它是一个动静结合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把它相当于这个 我们经常这个养生的人 犹如游龙 他写了个笼字 犹如武剑 所以相当于我们这个打太极 练气功 内力和外力结合 这样是一个养生的一个极佳的方法 挺好的 天主 其实是这样的 从我们这个心意的角度来讲 我们都讲个机理 其实上刚才梁老先生 坐在那里开始写书法的时候 他开始运气 那么好 我们的大脑就开始工作了 大脑有一个主管思维的 叫做心皮脂的功能区的位置 那么他就会发放命令到一个边缘系统 那么这个边缘系统 他接到命令 就开始凝身关注 那么接下来在干什么呢 我们看了一大屏幕 大屏幕上有一张图片 那么我们这个边缘区 它有一个主管思维的 主管记忆的地方 它叫做一个海马河 还有主管情绪的地方 叫做一个性人河 他们把它的所有命令 就发放到我们看到的下丘脑那个位置 那么下丘脑再释放一些激素到垂体 垂体再向下到身上腺素 那么身上腺素的功能 就分为一些儿差分胺等激素 就像刚刚我们做实验 表现出来的那些激素一样 那么这些呢 它就会发放一些作用 产生分布到我们的机体里面 人产生一个心平气和的这种状态 那么呢 这种情况下 我们经常说呀 现在医生治病也讲究 叫做双心治疗 身体的心脏和心理 那么我们说列书法的时候 它不光是一个心脏的生理的 一个有益的 它同时呢 也会产生我们心理的一个健康 有人说把这个练书法 说当这个心灵的体操 它能够缓解压力 血压呀 心力都降低了 对身体产生好处 这是第一点 那么呢 还有一点呢 当我们心平气和的时候呀 人体会释放出一种 叫做脑内肺态的一个物质 就会产生心快感 心平气和的话 可能就会对身体 各种内肺面的组织呢 都会产生非常好的一个作用了 刚才田主任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 给我们分析了一下 练书法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 下面我们要通过一个小的这个互动环节 然后我们做完了之后 要请我们的杨主任 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讲 书法养生的道理 我们请梁先生 然后我们再请一位观众朋友 您 然后让梁先生呢 教您怎么握着笔 然后写字 然后我们这个环境需要我们杨主任来参与一下 然后您得拿好了 您拿好了 梁先生教您了 您拿好了 拿得不错 还得笨布 真的可以 真的 对 这没拿住 刚才人家再三教您 说一定要 要用力把它 对 梁先生这个 我们这个环节其实已经做完了 下面我们要看看刚刚杨主任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举动呢 把您的笔一下就抽掉了 但是梁先生笔没有抽掉 实际上这个拿笔 刚才梁先生跟你教了 人这个手拿笔之间手如卧虎 是一个老虎在这趴着 扶如横弓 扶下去就一个弓箭 横了一个弓 然后 启如发鸡 这个笔就是叫 子时万须 就是手指要很用尽的 就是如果这笔 你的鞋子别人抽掉了 就是说你这个 眼没到 心没到 手没到 力不到 所以这是讲书法的一个意境 谢谢 其实这个写书法 扎针灸 这个手腕 和这个意念 有非常相似的道理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看这个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这个 这个手上 人体有十二条正经 那么手上有六条 所以内侧三条经 心经 心包经 肺经 都在内侧 那么内侧呢 就是为什么 练书法 能给人的心肺 舒展人的心肺 让人的心情豁达 这是内侧连着心肺 那么外侧三条经 大肠经 小肠经 这 心包经 连着头面 所以让人的 让人的头目清醒 能拧声禁字 所以我们讲 这个手上的这个锻炼 对心肺大脑功能 都有非常好的益处 所以看 像这个经常习练针灸的人 他是写书法 这个手腕手指 另外呢 我们手上有很多的穴位 这些穴位 就是你不同的刺激的握笔 刺激的不同的穴位 那么它也达到不同的作用 所以就像书法家 刚才我们连接是 它的鼻有时候扬起来 有时候沉下去 它这个 这个穴位也是一样的 不同角度的刺激 它对人体的感传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不相信的同志 我现场给您做个示范 有时候不相信 看见有怀疑的眼光 来 我请您到这儿来 咱们体验一下 请坐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消动 好 好了 好 活动活动手 你看我们把这个穴位找着了 这个穴位扎的时候 你看我们扎得非常静 一 静皮下 二 然后这是定的掌心 所以你看 虽然是同一个穴位 你竞争的角度方向 不一样 它感传也是不一样 像我这样直直扎向 它的胀痛在掌心 然后我提的皮下 你看 这样你看 你看它自然就跳起来 对对对 我再给它跳这样 你看 你看 也就是说在握着笔的时候 对 然后写字的方向不一样 对 然后它的传感的方向 也不一样 所以它的 我们经常讲的大脑行声统一 就是这样的 杨主任刚才这个实验很直观 我知道我们今天健康问诊团的嘉宾朋友里面 有不少是书法爱好者 我们今天又在讲书法养生 我不知道大家就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和两位专家进行下交流 我想请问两位专家 听说呢 这是练书法能够预防这个老年痴呆 我想问一下这是真的吗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 从某种程度上讲的 我们认为练书法确实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大家看大屏幕这张图 这个下面这个圆弧形的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半球 大脑的一半 那么上面的一些器官 我们看最下面最右上方的是一个大脚趾 然后上面是人的躯体头颈 然后是手腕啊大拇指 然后下面中间左面偏中 这个是一个眼睛嘴很大一块 最下面是个舌 那么大家可以看出这份图 我们的手以及头部和这个舌头 占了非常大的比重 那么它占的比重越大 说明它在我们大脑工程区呢 所显示的位置就越重要 而且同样我们这个身体的活动 能影射到这些相应部位 那你看我们如果练书法的时候 整个这个从中间拇指 一直到上臂这个位置 都会有一些活动 会活动大脑相应的 使它供血增加很好 那么下面这个唇也是 我就想哈 如果我们大家边练书法边唱着歌 那这个时候会从大脑的 基本上大部分 90%的位置都会被活动了 因为刚才我也想说 我们的主持人整天在这说话 活动着手指说 你就会比我们大家都会更加聪明的 将来老年痴呆发生率 也会比较低的 就是更重要的 练书法的 是把一个兴趣 转变成一个好的习惯 因为练书法的人 都会有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 所以它是养成 那个好的一个习惯 它就面对生活当中的压力 所以我们经常讲 它就能转移了 能分解了 所以我们经常讲 能想得通 能望得快 能放得下 所以这样本身是心态的一个调整 对大脑也非常有好处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我来一说 一看您就是艺术家 您是 我也是搞书画的 我想请问两位专家 就是在我身边 确实遇见过 就是四十八九岁 就应连早逝 那么阿基尔书法家 就这种的 就是说 他们是不是跟生活和工作压力有关 还是因为什么问题 想请问两位专家 其实我觉得这个 分两类看 一种人是他有他自己的本职工作 把书法做一个 陶夜情操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种用书法来缓解他的压力 所以才达到一个形生共存的一个境界 另外呢 你刚才讲的是有一些年轻的书法家 他专注于书法 那么他如果专注于一件事情 就会带来一些 又有积极向上的作用 那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压力大 或者遇到有什么情字方面 比较重大的 就是伤害有关系 所以会这样 因为现在我们田教授刚才讲 一个人不仅仅有曲奇的健康 就我觉得身体挺好 另外还有一个心理的疾病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理 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 尤其是这种三高类的疾病 和一些肿瘤的疾病 跟那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写书法呢 是有点养生 不是为了治病的 对 因为我们回来说 我们中华医药说书法就不得病了 每个人生老病死呢 还是一个常态 我们用书法来调节我们的健康 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书法家 毕竟是年轻人 他的生活方式呢 可能也不一定很健康 整天熬夜呀 抽烟喝酒呀 这都是一个有害的因素 那么更重要的是 一个基因的疑传 很多方式导致疾病 所以也不能说 他们都活了90多 为什么我们就活这么少 我都练书法了呀 这个不是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是把它养生 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 可能比别人活得更长 比我没有养生之前 可能会活得更长 我们今天讲书法养生 其实呢 我们想讲 这个养生的方法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 找一个合适自己的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是贵在坚持 好了 感谢两位专家 好的 谢谢朋友们 谢谢大家 再见 他们都是身患癌症的人 化疗就是拿着你 浑身烦躁不安 我经常讲 人类跟肿瘤最长 治疗呢 不叫治疗 这叫战争 云南白药提示您 收看下期中华医药 战胜癌症 从新开始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